主持人 另一道白烟直虫天际 四年前中科院研发超过十年的 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飞弹 通过战术测评试射成功 雄风三型有航母杀手的称号 主要用来对付中共航母战斗群 射程据估计远达250公里 每枚飞弹成本破亿元 目前已经生产120枚 总预算高达近119亿 武器系统已经于成功集合 井江级军舰完成战备部署 这么重要的海防武器 却在系统检查测试的时候 发生误射 而且从发射到实际研判的落点 只有两分多钟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错 目获到目标之后 你就由系统那边去做设定 这个目标是否设计 为你要攻击的目标 然后接下来就是做 飞弹的发射程序 当然最后一道关卡 就是是否要按下飞弹发射键 基本上应该都是完备 这样的一个程序之后再执行的 国防部不敢多说 但强调要一个一个步骤 确认检视 现阶段还是要等调查 专家说 正常程序是有个操控台 内舰手动和完全自动 两种不同的发射程序 但都需要接上发射 飞弹用的火线 接上后由飞弹指管 透过通讯系统 提供目标方位 链入系统后 才能进入发射程序 最后发射飞弹 还必须由舰长下令 附送口令 才能够插入发射钥匙 打开保险 发射飞弹 这只关键钥匙 有舰长曾经来保管 一般甲级操验 并不会打开飞弹的保险 不会要求接火线 因为接火线 中间造成任何一个意外 都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承受的 哪怕我是舰长 钥匙插下去 不是插下去 就可以发射 插下去还要转到 Go的位置 On的位置 On的那个按钮 它也不是说 我一不小心走过去 就会碰到 它有一个 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它有个塑胶的盖子打开 打开来之后 你再按 在按发射 那它才会发射 不过路门也有反映 香港南华早报 在标题中特地点出 同一天刚好是 中共庆祝建党 95周年的党庆 官媒中心社 也有显著报道 那我们认为应该 统整所有的讯息 比较多一个周永 所以我们预计哪时候 会跟对岸讲这个事 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 很确切的 至少应该 发一个讯息 跟他们讲说 这次纯粹就是一个 军事操演上面的意外 陆委会第一时间 没有跟对岸说明 但总统还在出访 军方却发生重大失误 时机敏感 就怕擦枪走火 引发台海的潜在危机 U点TV 许位卢湘杰 台北报道 应该是在 射几的程序的时候 它并没有按照 程序的操作 而产生这一次的 物色的事件 雄伸飞弹 怎么会突然射出 海军召开记者会 强调是人为疏失 原本应该只是 系统检查测试 却不小心发射飞弹 整个设定之后 它就进行 它的一个设计的程序 应该是在 设计的程序的时候 它并没有按照 程序的操作 而产生这一次的 物色的事件 雄伸飞弹 就这么从 左营码头的金江舰 一路往西飞 最后落到澎湖 东极岛外海 海军阵时 贯穿了刚好 在这里的渔船 降力声后 船长当场死亡 另外三名船员轻伤 国防部长冯世宽 在第一时间获报后 立即指示 陆军副总长 王信龙中将 进驻恒山指挥所 全程掌握及应处 人在美西的 蔡英文总统 也发出新闻稿表示 马上召集 随行出访的 国安会秘书长 以及总统府副秘书长 听取国安会的 飞弹物色报告 要求尽快查明真相 同一天 国防部第二度 召开记者会 公开由军方高层 直接带队南下 到第一现场着手调查 我们部长在早上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也立即指示 参谋总长 严上将 立刻组成专案小组 而且南下 要求海军司令部 务必要查明事实的真相 陈楚名单还要等更细部调查 有人死伤 总统出访 南海紧张 这颗飞弹的政治效应 在周边掀起的疑虑 恐怕不是误设两个字 这么简单 云南TV市委员 柯市长黄云辰台北报道 这颗飞弹出计 可能不是故意的 因为台湾和中国台湾有一个中山 中山就是我们的和中国台湾 发生的事 这颗飞出计 这不是条康的 这颗飞弹的 没踏进去中山 没超过中山 应该是应该说起来 没什么事情 跟我来这种 这些事情本身 因为 刹营文总统要不回来 对不对 这总统副军心的 代理率益文 对三军要求 要处理这些事情 他要说的话 他现在要够在外国 他没机会说这些事情 等你回来才会 去处理嘛 对不对 对 欢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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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在等 下注的 下注的 对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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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矶下注的 晚间安排和侨胞晚宴 随后将启程返国 容易做的工作 可能都做完了 再来的工作 可能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逐渐要把许多市场 不适当的管制 逐渐逐一地继续松绑 这个工作是会不断地去做的 我们称它叫做 regulatory reform 叫管制的革新 管制的革新是要天天做的 交易所这一边跟贵买那一边 如果一天能够有到1200亿上架的话 那就应该是有一个平均水准的动物 要两个合计 两个合计 他看的是全球 以及我们的经济 实体经济 外汇 以及汇运的什么 立丁的什么看法 他并不是为了公司 但是我们不是要自己加入 我们一直在这样 其实台湾不缺创业 不缺人产 不缺什么这样 钱 对不对 那如何把这个市场弄好 往大家一起来 好不好 老公赚到的辛苦钱 都得按规定上缴国库 不过财政部一号公布 2016年欠税金额近高达879亿元 这些钱国家如何讨回来 譬如说一般民众如果有欠税 真的也没有能力去偿还的时候 可能这个政府就可以去透过扣薪水的一个方式 或扣押存款的方式来取回这些所欠的一个税付 另外一种方式是 这些人已经有显著的一个隐利财产的状况 另外一个是透过强制执行法去执行所谓的管收 积压 虽然有追回欠税的手段 但是按规定 纳税人往生后没有留下财产可追缴 并且只要过了债权期限15年 或者将财产藏在与台湾没有签订租税协议的国家 不管欠税的金额再多都能一笔勾销 而会计师认为延长债权期限 或者政府提前追踪可能的欠税大户的资金流向 都能成为追缴欠税的方法 租税债权的一个激增的一个保全动作的时候 可以去思考将这样的一个年限从15年 拉长到20年或者拉长到25年 事实上我们激增机关可能要去 去收集一些关于这些纳税医人资料 有没有平常呢 就有所谓的隐利财产 或者是脱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可能他们在做这样的动作 需要做一个更细腻的一个规划 避免这些纳税医人在所谓的 不想缴纳税务的这样一个异象 产生的时候呢 有脱产的一个行为 政府目前以曝光欠税大户名单 作为追缴税额的手段之一 不过效果有限 还是必须健全与落实相关税法规定 让国库吃的饱 国家财政才能更健全 UDN TV 秋恨梁力凌 台北报导 门口车辆进进出出 坐落在敦北金融中心的王朝大酒店 已经是国际级商务饭店了 而他的前身 环雅大饭店 名声可也是响叮当 不过却是恶名昭彰啦 因为今年财政部最新欠税大户名单 他又稳坐冠军龙头了 总共欠了24.11亿元 算一算 这些钱都可以养活一万个人一年了 我们一般的小产物因为很好追 所以他就拼命的追 甚至连一块钱他也要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逻辑 多追一点能够追多少 这个都是对我们这个国库来说的话 都是不无小补啦 难怪小老百姓不服 说到欠钱乐逍遥 这个人也是不遑多让 已经过世的股市名人黄润忠 年年榜上有名 前五名里面家族三个人 就占了三个坑 欠钱欠了49亿 根本可以开三间大力光 其实政府早年也有拍卖过 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收藏品 但是这个因为收藏品不够 所以没办法抵到这些税 那当然现在因为他们后继的话 后继的这些后代就说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那么多钱 可以缴 恶意欠税理由还一箩筐 更可怕的是 今年860件重大欠税案中 有294个欠税大户 到明年3月15年追缴期就到了 也就是说包括黄润忠在内欠的钱 全部一笔勾销 那这些没有办法 那只有讲白点就是在拖时间 除非法律有另外规定 否则的话 15年的期间借满就 听起来你好像要把它放掉 于现行的税原基政法的规定 就是这样子 明年欠税排行榜 就要大洗牌 换人做做看 但前朝经朝官员态度都一样 没话到啦 UDN TV陈华 陈岳威台北报道 今天要来为大家公布行政院提名公事第六届董监事的提名名单 文化部长郑立军7月1号公布第六届公共电视董监事候选人名单 里头包含六位现任董事 施政荣 陈玉秀 郑自荣等人 在传播专业领域人选 则包含在大学任教的陈顺校张玉佩 一文届唐美云 杨大正 以及多元族群与社会公益领域总共21位 不过公事法规定董事必须获得四分之三的审查委员同意才能通过 第五届董事会就因为提名人选无法通过审查而难产 两年多才有结果 今年的委员当中还有四分之一是国民党很有可能再度卡关 公司能够有更高的文化性 能够连结更多艺文发展的资源跟内容 影视产业发展上能够扮演一个创新的影情跟人才培育的基地 公共电视是全名的电视台 不管是在文化影视发展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背后主导的操守是谁也就是关键 7月8号下午将召开审查委员会 将由国民两党时代力量各党团推荐的15位审查委员 进行名单审查 游点TV 您天用理文化夜伟生台北报导 一身西装油头背着吉他忘情的唱着岛屿天光 他是杨大正 大家对于他是灭火器主唱的这个形象 其实不陌生 不过他也入围公式董事会候选人名单 而且还是文化部长郑立军亲自清点 真正进去以后才会比较明确啦 那初步的概念其实公司是属于公共的一个媒体 他本身的可能性就很大 坦言当然希望可以借由公共电视这个多元文化平台推广地下乐团文化 不过上一届董事会名单中也有一位明星就是五月天阿信 却在华世提出资产活化方案表决时弃权 被外界批评为根本是公式吉祥物 被贴标签其实我觉得还好啦 把自己分内的事情真的好好做 对得起自己啊对得起国人就好 尽管不怕被贴上吉祥物标签 但杨大正在太阳花学运中 甚至是总统大选民进党选前造势晚会上表演 看在国民党立委眼里恐怕会觉得 绿色势力要深进公共电视 任用上面应该尽量是没有党派背景的 或者是没有这个政治背景的 如果说文化部提出的是真的是那么偏绿 那就在审建小组的名单里面就过不了关了 公式这一届董事会任期直到28号 第六届名单还要突破蓝营占四分之一的审查委员会 得到四分之三同意 根本是修宪等级 公式新董事要如期诞生恐怕有一定难度 郁电TV陈玉宾李文浩 黄云成叶伟成综合报导 整体观光旅游市场里面呢 有两成六的业者 明显的业绩下滑了两成三左右 七八九这三个月第三季 路客呢其实以现在接单看起来会减少三分之一 十月 十一月跟十二月这三个月呢 路客会减少跟去年同期比来减少四分之一 推友善的穆斯林餐 因为穆斯林听说目前是很大的一个消费族群 中文民国导协它有一个变通方式 因为它就是要因应这个我们的南向政策 就是用利用两个月 比如说一天上课上几个小时 用这种语言的加强 教育之后你如果经过口试没有问题的话 你目前是可以先待两年 因为现在用这种变通方式 我们估计呢 我们希望将来有三分之一的台北车站的旅客呢 能够往我们南港车站这边来移动 配合交通部多卡通政策 台铁花东地区已经率先开通多卡通服务 不管是悠悠卡一卡通还是爱情卡 只要人手一张卡随手就能逼近站 而七月一号开始北高捷运也跟随脚步 同步开放全闸门多卡通 日期不论持悠悠卡或是一卡通 都可以在北高捷运畅行无阻 台北捷运系统就有117个车站闸门 加装黄色多卡通验票机 而自动售票加值机等设备 也同步上线服务再升级 除了悠悠卡一卡通外 远新卡及爱情卡在完成公车验票机 双向转成优惠后就能加入台北捷运行列 那我们目前大概到七月份 我们的发卡量应该是可以达到一千万张 也就是累积发卡量 那希望台北捷运通了以后 我们在发卡的数量上可以再有所突破 而另外一条悠悠卡也能正式进军高雄捷运 台北市长柯文哲特地为了宣传 南下力要艺人高捷和吉祥物合拍广告 鼓励大众使用悠悠卡通车 只见广告为了凸显搭高捷的意象 吉祥物不只把手搭在高捷的肩膀上 甚至还坐在高捷背上 任由高捷坐伏地挺身 逗趣又直接的呈现 也让悠悠卡的便利性甚至人心 我觉得都蛮经典的 比如说像正名题就考了加速度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蛮重要的 铃声响起考生渔冠进入考场 大学指考登场 大考中心统计今年指考有5871人 报名在创历史新低 基隆考区更首度跌破1000人 第一天考物理 生物 化学 二三类组学生打头症 第一颗物理考完 考生普遍认为与模拟考难易度差不多 但是叙事题比较多 对擅长计算的考生来说 较为困难 比较会算的同学来说比较困难 然后对于可能比较会表达的同学来说 比较简单一点 我觉得都蛮经典的 比如说像正名题就考了加速度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蛮重要的 到了休息时间 不少考生书本不离生准备下一科 但也有考生淡定完起手机游戏 而同样是考场先前新店考区 却传出会考考到一半停电 连冷气都停掉 为防止在恶劣环境下应考失常考生有备而来 我平常在家都在训练了 都没有开冷气 可能考场会有什么状况 就是可能会有人很吵或是怎么样 我们平常在学校也都练习过了 受太平洋高压笼罩影响 只考三天天气炎热 考生家长休息室冷气强力放松 但为了预防跳电事件重演 大考中心提醒部分家长休息室可能不开放冷气 希望家长见谅 有点TV王彦均有温台北报道 八弄三十一号前发生火警 即烧毁七台机车一台汽车 本分局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掌握犯嫌 于七十十五分时查棄道案 其共称系因母亲患有重病 近期内开刀 睡在家点燃还乡 祈求母亲开刀顺利 扑灭后以塑胶袋装置 下楼随意扔置于周边机车阻染 不料却引发火警 社会焦点方面 台北市发生了一起疑似纵火案件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和平东路三段 一号凌晨四点左右 七辆机车突然起火 一旁的汽车车头也遭受波及 消防人员货爆后前往灌旧 扑灭了火事 索性没有延烧到附近的住宅 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后 逮捕了一名27岁的灵性嫌犯 嫌犯公称点燃了香环替母亲祈福 随后丢弃在机车的置物栏 引发火灾 不过详细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